本地接下来几个月将举办会展、大型体育赛事等活动 有望推动酒店需求回升 一些业者摩拳擦掌,准备迎接更大的客流量 这家精品酒店是新入住克拉码头附近的业者之一 接待的宾客主要来自美国、澳大利亚和英国 业者发现客房需求自4月起开始增长 营业额在夏季假期期间上涨了大约一成 业者预计接下来3到6个月 本地将举行新加坡大奖赛、演唱会和一系列会议 客房需求有望增加高达30% 盛逃沙自家酒店下半年的客房预定量 也呈上升趋势 业者说不过同中国落实的30天互免签证安排 有助提高客房需求 盛逃沙的新景点也可吸引更多的访客